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以来 我们对现代战争高科技 高精尖 立体化的印象 好像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就被连续不断的奇怪新闻给颠覆了 而其中最为令人不解的 要属无人机的大行其道 火力军敢肯定的是 在俄乌开战之前 世界上肯定没有一个国家 把五花八门的无人机当作第一家相敌 而俄乌开战三年多之后 各种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手段层出不穷 最近又冒出来一条新闻 说的是乌克兰搞了一个新型反无人机武器 大黄蜂战斗机 不对 不是美国产的这个超级大黄蜂 是捷克斯洛伐克产的这个 Z-137大黄蜂农用飞机 那么问题来了 这架飞的比很多无人机都满 连雷达都没有的农用飞机 要怎么在天上发现并击落目标 把战斗机的导弹强行安在农用机上 真的能用吗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 看看这架农用小飞机背后的故事 美国海军那个大黄蜂 大家想必都很熟悉 而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大黄蜂 恐怕就没什么人听说过了 毕竟这玩意儿最早投产是在1965年 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大搞经济改革 也准备替换掉老旧的安尔运输机 当时的苏联加盟国里也提出了不少奇怪的设计 波兰的M15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 总之 杰克斯洛伐克的兹林和莱特两家飞机公司 抓住了这个机会 设计了Z37运输机 也就是我们现如今在乌俄战场上看到的 这架Z137T的最初信号 视频里的这架Z137T 其实是最初的Z37进行了 异形和发动机的现代化改造版本 于1985到1994年生产了24架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来在集体农庄 散播农样 能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起降 有时顺便拉拉货 拉几架滑翔机什么的 顺便一提 在2006年 一架斯洛伐克的Z137 还创下了牵引滑翔机的世界纪录 像风筝一样一次拉了9架滑翔机 从这里我们也就能看出来 这架飞机的特点就是皮式耐用 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空中投拉机 也是一个比较耐用的工业产品 跟战争啊 导弹什么的基本毫无关系 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 其实是这架Z137下面挂着的两枚 R73空空导弹 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R73即使是最基础的版本 也具有两大特性 那就是离轴发射能力和头盔瞄准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说 首先是所谓的离轴发射能力 常规的导弹发射 需要战斗机的机头和目标 大致在一条轴线上 而离轴就是说战斗机的机头 不需要对准敌人 就能实现锁定发射 标准型号的R73 作为第四代空空导弹的开创者 具有正负40度的偏轴角 比LM版本的香味蛇还要大 这就意味着 驾驶这架Z137的飞行员 根本不需要把笨重的农用机头 对准目标 只要敌机出现在他视野前方 一个非常宽阔的范围内 导弹自己 就能转过一个大角度 去追击目标 从而解决了农用机 机动性差的致命问题 之前在黑海上屡立骑攻的 马古拉无人艇 就曾用改装过的R73海龙 击坠一架俄罗斯的米8直升机 不过说到马古拉无人艇 大家想必记得 2025年5月的时候 三艘马古拉拿下两架 俄罗斯苏30的新闻 不过当时的马古拉无人艇 用的并不是R73 而是具有更好的 离轴发射能力和机动能力的 AIM-9X香味蛇 这玩意儿可是F22和F35上的同款 苏30被这个打下来确实不冤 不过这里肯定就会有朋友说了 R73用来打个无人机 肯定是储储有余的 但问题是 如果光是有弹 却发现不了目标 那不还是白打吗 Z137连雷达都没有 要怎么做敌呢 这就轮到R73的另一个绝活 头盔瞄准锯登场了 虽然我们不确定 乌克兰的飞行员 具体使用了哪种型号的头盔 但R73在设计之初 就可以和头盔瞄准锯联动 飞行员的头盔上 有一个瞄准系统 它只需要转动头部 用眼镜盯住目标 导弹的引导头 就会随之转动并锁定 实现了看到哪 打到哪的效果 所以 整套战术流程 很可能是这样的 地面的雷达站或者天上的预警机 发现了一架来奇的 俄军见证者无人机 乌军地面站通过数据链 或者无线链 把目标的方位大致告诉 正在天上巡逻的Z137飞行员 飞行员驾驶飞机 飞到指定空域 用肉眼或者简单的光学设备 搜索目标 一旦发现无人机 这架农药小飞机 不需要做任何复杂的机动 只需要转过头 用头盔盯住它 然后按下发射钮 R7-3导弹就会自己冲出去解决问题 这样就算是完美解决了 发现和击落两大难题 而最关键的是 它解决了成本问题 用爱国者去打一架几千美元的无人机 就算再精准 经济上也亏到姥姥家了 而一架不知道 倒了多少手的农用机 加上一枚库存的R7-3导弹 就算加上燃油和人工 成本也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这则新闻背后 暴露出的其实是 俄乌战争中老生常谈的话题 如何用最低的成本 达成最有效的战果 当然了 肯定有朋友会说 乌克兰人这是在战争压力下 脑洞大开的无奈之举 但其实这种将低端平台 用于特殊用途的想法 美国人早就玩得炉火纯青了 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把R7-3装上农药小飞机 使乌克兰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 发挥创造力解决问题的应急之计 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让这种廉价飞机干脏活累活的思路 美国人早就把它做成了一门 非常专业的生意 还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反叛乱作战 也就是所谓的COIN任务 而执行这种任务的飞机 就像COIN级 或者清醒攻击级 他们就是为了在低威胁环境下 用最低的成本 去长时间地霸凌那些 没有防空能力的对手而生的 而这方面的顶尖玩家之一 自然就是L3哈里斯公司推出的 OA1K天袭者2 大家看这个飞机的外形 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 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 空中投拉机公司的 AT802农用飞机 你看又是农用机 英雄所见略同了属于是 不过和乌克兰的战地改装不同 OKEA从里到外 其实都是美国军贵标准 首先它加装了轻型复合装甲 也就是所谓的浴缸 来保护驾驶舱和关键部位 抵御地面轻武器的射击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 它拥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光电 红外探测吊舱 而正是这个装备 让它和Z173在执行 反无人机任务时 拉开了天差地别的差距 我们前面提到过 乌克兰这架Z137上的航电设备 基本上属于没有 只能采用地面控制截击的战术 这种战术大致起源于一战 并在不列颠空战期间被发扬光大 具体来说 就是地面雷达站 发现了一架敌方飞机 在乌克兰的这个场景下 可能是一架见证者无人机 然后地面站会通过无线电 把大概方位告诉天上的飞行员 飞行员这个时候 在急匆匆地赶到指定空域 再用肉眼和头盔 去完成最后一步的发现和锁定 在这种模式下 飞机本身非常被动 自主性很差 更像是一个被地面遥控指挥的 空中导弹发射架 在冷战前期 飞机航电不发达的年代 这种战术被美苏两国 广泛运用于国土防卫之中 但OA1K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有了这个探测吊舱 它就从一个被动的哨兵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猎人 飞行员可以盯着高清屏幕 主动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 扫描天空 不管白天黑夜 只要有无人机的热信号出现 红外吊舱就能立刻捕捉到 并且自动放大 跟踪 锁定 这就意味着 OA1K不需要过度依赖地面战 它能独立自主地 执行大范围的巡逻碟杀任务 其作战效率和灵活性 完全不是Z137能比的 最后 我们再来看看 天袭者2的武器库 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大了 OA1K的前辈 初代天袭者系列攻击机 就以丰富的武器挂载而著称 甚至包含一些 不应该挂的东西 而OA1K也自然继承了 这个优良传统 除了我们熟知的地狱火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 美军近期正在为OA1K这类飞机 测试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反无人机利器 也就是制导火箭弹 这东西听起来很阔 其实思路非常简单 那就是在一枚美军库存极大 非常便宜的九头蛇 70毫米火箭弹前面 拧上一个激光制导头和中部制导装置 把它从一个天女散花的范围杀伤武器 变成一枚直脑打脸的精准制导武器 这一改 性价比自然就上来了 毕竟用一枚几十万美元的前尾蛇 或者地狱火导弹 去打一架几千美元的见证者无人机 就算打下来了 经济上也亏到姥姥家 但一发制导火箭弹 成本不过2万美元 精度又远比机炮扫射要高 射程也更远 而且一次出动的情况下 也能猎杀更多的无人机 九头蛇70配套的LAU-68发射机 一个可以安装7枚制导火箭弹 两边一边一个就是14枚 算是火力非常充沛了 而用制导火箭弹来反无人机这种战术 乌克兰的Z137就绝对玩不转了 因为它缺少了最关键的一环 也就是先进的火控系统和激光照射能力 OA-1K的那个光电吊舱 不光是它的眼睛 还能化身大超 从眼睛里发射激光 把火箭弹指示目标 真正实现指那打那 而Z137这种农用小飞机 就没有那么高端的设备了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飞行平台 除了飞行员的眼睛 和R7-3导弹自己的红外导引头外 什么都没有 它能把导弹扔出去就是万幸 就更别提引导别的武器了 所以它只能使用R7-3这种 射后不管的红外格斗弹 而无法使用成本更低的制导火箭弹 所以同样是源于农用飞机 同样是执行反无人机任务 乌克兰的Z137和美国的OA-1K 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当然这也怨不得Z137 毕竟一架全新的OA-1K天袭者2 把这一套先进的传感器 装甲 火控系统全配齐 价格可能高达4000万美元 而乌克兰的Z137呢 裴机本身可能是从哪个 集体农装的仓库里拖出来的 几乎没花钱 真正花钱的 可能就是两枚翻新库存的R7-3 和工程师们改装的手工费 这样一看的话 Z137的性价比好像又上来了 毕竟原水解不了净客 在俄乌这样分秒必争 资源紧张的战场上 有时候 这种现在就能用的 及格线方案 远比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到货的完美方案 要重要得多 当然 除了美国的OA-1K 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 也把这种小飞机 大用途的理念 玩到了极致 那就是巴西 它们的超级巨嘴鸟 更是把这门生意 做到了全世界 巴西航空工业的 EMB314超级巨嘴鸟 算是根正苗红 打娘胎里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 科班选手 超级巨嘴鸟的设计 从一开始 就不是为了洒农药 或者搞运输的 它的机翼里 直接就内置了 凉艇-50-50口径的机枪 机身上下有五个挂点 能挂载的武器清单 比OA-1K还长 从普通航弹 火箭弹 到激光制导炸弹 和空空导弹 样样精通 此外 它还拥有一个 非常现代化的玻璃驾驶舱 各种飞行和作战数据 都显示在液晶屏幕上 而且完全兼容夜市宜 这一点 对于需要24小时执行任务 尤其是对付 喜欢半夜行动的敌人来说 至关重要 而最关键的是 它的运营成本和可靠性 超级巨嘴鸟 使用了一台普惠 加拿大生产的 PTOA卧奖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 堪称航空界的长青术 以皮实耐用 省油高效而闻名全球 这使得超级巨嘴鸟的 出动率非常高 而且对机场跑道的 要求极低 土路草地都能起降 完全契合了 巴西军警低成本 高效率的作战需求 正因为这些优点 超级巨嘴鸟 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的 爆款产品 从阿富汗到尼日利亚 再到哥伦比亚 全球有超过 15个国家的空军 都在使用它来 打击叛乱分子 巡逻边境 甚至连财大气粗的 美国空军都采购了一批 用来训练飞行员 和给特种部队提供支援 这说明 这条路子是完全走得通的 好了 聊完了这两个 科班出身的专业选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乌克兰这架大黄蜂 就更能理解 它背后的心酸与智慧了 从美国的OA1K天袭者2 到巴西的超级巨嘴鸟 我们能看出来 低成本的螺旋桨飞机 去执行低烈度的作战任务 这在军事上 是一条完全成熟 被反复验证过的正确道路 但乌克兰的路子 比起这帮专业选手来说 还是有点太野了 但这也告诉我们 在真实的战场上 所谓的高科技方案 不一定就是最有解 而战场的现实需求 才是检验武器性能的 唯一标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 视频开头那个问题 把战斗机导弹 安在农用机上 这到底是乌克兰绝望的挣扎 还是天才的创新 火力军觉得 这两个答案都对 说他绝望 是因为乌克兰 如果不是一个弱小 饱受外国间谍 和侵略者摧残的国家 绝对不会想到 用一个农药小飞机 装上空空导弹 去拦截自杀式无人机 如果能有几十架 超级巨嘴鸟 或者天袭者二 谁又愿意让飞行员 坐进连装甲都没有的 空中拖拉基地去冒险呢 但说他天才 是因为这个方案 完美地绕开了 所有技术障碍 以极低的代价 和无人机 进行低成本的对抗 当这架挂着导弹的 农药小飞机 飞过杂草丛生的农田 火力军有理由相信 乌克兰这种 在绝境中迸发出的智慧 和坚韧的决心 能够带领这个国家 重新飞往未来的天空 和金色的麦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